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加州的餐厅卫生问题是令人相当担忧 这项研究分析了知名网站猫头鹰上的餐厅评论 发现加州的餐厅在老鼠蟑螂 以及在食物当中发现了毛发等等的问题 那么负面的评论数量是全美第三 资料显示这项分析着重于三个关键词 肮脏餐厅食物中有毛发和老鼠和蟑螂 揭示了加州餐厅的普遍卫生问题 研究显示加州共有3332条评论提到肮脏餐厅 1731条评论提到食物里有毛发 而老鼠和蟑螂也出现在960多条评论中 这些数据排在各州之中的第三位 而新泽西州和佛罗里达州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位 加州以其多元化的美食文化和众多知名餐厅闻名 但这些评论显示卫生问题并不是仅限于中低端的餐厅 甚至好莱坞的高端场所也未能幸免于老鼠侵扰 反映了餐厅在卫生管理上的挑战 分析表明无论是检查频率还是卫生标准 非连锁餐厅的违规情况始终比连锁餐厅多 这可能是因为非连锁餐厅使用更多新鲜原料 制作过程更复杂 因此风险较高 相比之下 连锁餐厅通常提供的食物更不容易腐坏 且准备程序更加标准化 这意味着食源性疾病和检查违规行为较少 尽管加州餐厅面临这些挑战 当地卫生部门正在阶级采取措施 以改善餐厅卫生状况 洛杉矶卫生公共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就表示 我们正在加强餐厅的检查频率 并提供更多的培训资源 帮助餐厅业主了解和遵守卫生标准 此外 餐厅业主也在努力改善卫生条件 一些餐厅引入更严格的内部检查制度 并加强了员工的卫生培训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